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科委会NSTC在9月下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台湾晶片驱动产业创新计划CEIP。 其主要目标之一是推动台湾成为全球最好的半导体人才培训中心。 为了解决初创企业和新兴技术人才短缺和缺乏流片设施的问题,该计划寻求升级应用研究实验室LARLAB和工业技术研究院ITRE的半导体设备和教材与本地大学的半导体研究所有着密切的联系。 NSTC部长表示,作为TCEIP设施升级计划的一部分,一家半导体公司表示有兴趣捐赠一座12英寸晶圆厂, 以满足未来初创企业日益增长的流片需求,但目前尚无进展,还未最终确定。 然而,即使NARLAB将来收到了这笔捐款,他们未来维护该工厂也将面临极高的运营成本。 当地机构是否有足够的预算来支付这笔费用也是大问题,官员们拒绝透露潜在捐助者的姓名。 所有这些关于让生产线帮助晶片流片的讨论,实际上源于台湾不同大学附属的六家半导体研究所的需求。 半导体研究机构每年120亿元新台币3.73亿美元的预算,不包括为其建设新设施,也不属于CLIP的一部分。 NSTC承诺邀请教育部门和发展委员会寻找解决方案。 吴正东表示,台湾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供应链,将跨部门努力,将台湾打造成连接国际初创企业与本地供应链的最佳合作平台,让最优秀的人才在台湾实现创新。 其还表示,IC设计可以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来开发新的应用并促进创新。 全球最大云端服务供应商亚马逊AWS台湾暨香港总经理近日表示,现阶段AI需求仍十分强劲,没有看到疲软的现象,预期云端服务供应商投入自研晶片是趋势,亚马逊会积极投入。 法人看好,亚马逊强攻自研晶片,合作伙伴世心KY将是大赢家。 亚马逊AWS近日在台湾举办2023制造转型战略峰会。 由于亚马逊客户众多,资料中心伺服器除了采用辉达等业者产品外,也与台湾半导体厂发展自研晶片,做推论、训练等用途,已发展到第三代,并持续推进中。 法人指出,Google、亚马逊、AWS等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积极投入自研晶片,有望带动特殊应用IC及ASIC设计服务业者世心等业绩。 世心美系客户7奈米制程案件所带来的业绩,目前也是世心最大营售来源。 世心受惠亚马逊,Ai晶片量产需求强劲,日前上修全年营运展望,年营收由原预期8亿美元,提高为9亿至9.5亿美元,甚至可能更高。 世心评估,美系大客户今年约可贡献该公司4成到5成营收,其7奈米制程,Ai晶片需求估计起码会延续到2024年,并且已经加单。 另一方面,亚马逊持续拓展AI应用,并规划在最新版语音助理Alexa导入生成式AI技术,让Alexa更聪明,更会交谈。 亚马逊近日举办装置与服务发表会,以生成式AI为一大焦点。 装置事业部门主管示范与新Alexa的来回对话,全程都不必重复讲到Alexa这个以往启动指令的关键字。 在稍后的示范里,Alexa听到使用者自然语调的请求后,就能协助推荐电影、执行智慧、家庭的日常任务,不必讲台词式的命令字词。 Alexa的回复听起来也更自然。 主管表示说,Alexa的未来愿景是以生成式AI驱动,背后是客制化的大语言模型LLM。 如此一来,Alexa能更快速、自然地回应问题或命令,使用者体验将是就想跟另一个人类谈话。 与此同时,英特尔技术长也揭示,英特尔正在开发一款ASIC客制化应用晶片加速器,用于降低全同态加密相关的效能负担。 先是,ASIC重要性不言可遇。台厂三家,ASIC厂创意、致援、世新、KY,虽专精方向不一,但在AI时代中同样守国际大厂依赖。 法人指出,美国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HyperScale越来越积极投入客制化AI晶片。 其中,世新就有参与特斯拉Dojo一部分设计,创意则帮助微软、Athena自研晶片,支援、IP与ASIC设计服务客户包含Broadcom、Socian Next等。 Intel Innovation活动上,英特尔技术长还详细介绍了英特尔开发者优先开放式生态系的理念,同时强调安全信任之重要性。 借此推出名为Intel Trust Authority的全新验证服务,与多家领先软体厂商合作,并揭示正在开发ASIC加速器,主因FH允许直接在加密资料上进行运算。 实际执行受运算复杂性和间接成本限制,因此需要借由ASIC来加速。 AI是创新的引擎,其应用案例遍及各行各业,从医疗保健、金融到电子商务和农业。 英特尔强调,端到端的安全承诺,包括用于验证硬体与韧体完整性的Transparent Supply Chain,以及协助保护记忆体中敏感资料的机密运算。 其指出,英特尔透过多项新的工具和服务,扩展其平台安全性和资料完整性保护。 有消息称,谷歌高管已讨论最早于2027年放弃博通作为人工智慧晶片供应商。 谷歌之所以会如此考虑,是在其与博通就TPU晶片的价格陷入僵局之后才进行的。 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谷歌执行该计划将自研TPU晶片,这可能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成本。 博通被视为生成是人工智慧热潮中的一大赢家,仅次于辉达。 谷歌今年一直在加大晶片投资,以占领以CheckGPT为代表的人工智慧市场的主导地位。 另外,近日有消息称,从2022年底开始热销的徽达Edge 100市场宝盒,很难再看到客户疯狂下单的状况。 尤其是CheckGPT的热潮逐渐退去,微软开始下调徽达Edge 100晶片订单,且拉或放缓。 市场消息称,除了CheckGPT热潮消退外,AI协作工具Microsoft 365 Copilot需求不如之前强烈也是微软下调晶片订单的一个原因。 但台湾厂AI供应链表示,回答,AI晶片仍供不应求,微软还是维持2024年需求量翻倍的展望,并上调GH200晶片订单,AI服务器长期增长,动能不变。 据统计,2023年,AI服务器出货量大约为17万台,2024年上看50万台,预估2023年,各云服务商的AI服务器需求为微软4.5万台,谷歌3万台,亚马逊2万台,Meta2万台,订单供不应求。 供应链指出,AI市场芳心为爱,未来几年,各大厂商对于训练及推力效能要求持续增加,将会推升AI服务器需求,加上未确保2024年CoOS产能, 回答已要求台积电,联电,绿月光,按靠扩增前段及后段制程产能,预估AI服务器2023至2026年复合增长率约44.6%, 2026年全球AI服务器将达180万台,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